1940年9月 此时正是不列颠之战最激烈的时刻 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了英吉利海峡的上空 然而 一位西装革履的英国绅士 却提着一个黑色的文件箱 神色匆匆飞往美国 他就是英国化学家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校长亨利·蒂泽德 而那些带锁的文件箱里装着的 是大英帝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文件 其中包括了用于雷达的多枪体磁控管 弗兰克·惠特尔的喷气发动机原型 以及第一份实用核武器的技术说明等 这些尖端科技在后来的战争中大放异彩 可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隐线模型 自从火药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并被广泛运用在战争和烟花表演上 研究这些危险粉末的工匠们 很快意识到他们工作的重点 其实并不在于让炸弹爆炸 而是在于如何让炸弹不炸 这个事情听上去好像有点奇怪 对吧 炸弹不长眼 他可不在乎你是敌是友 即使是在安全的营地和工厂里 只要一不小心 这些大宝贝就可能会当场炸给你看 更不要说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当中了 炸弹的运输和保存成了大难题 尤其是近代以硝酸钢油为首的烈性炸药 更是危险的很 炸药大王诺贝尔的工程 就曾两次因事故炸毁 而且炮弹什么时候爆炸也是有讲究的 对于炸弹来说 杀伤敌人的一个重要方式 就是爆炸产生的破片 但在地面上爆炸的炮弹 很难对散兵坑和战壕里的敌人 造成有效的杀伤 如果能够控制时间 让炸弹恰好在敌人的头顶上空爆 那就能在敌人的头顶上降下一场死亡之雨 给那些没带好钢盔的倒霉弹们 一个狠狠的教训 当然了 如果没有合适的结构来控制炮弹 让它适时的引爆 这一切都只能停留在幻想中 有文献称 14世纪末 当时的世界军火头子维尼斯人 就使用了装有导火索的炮弹 之后的几百年底 这种先点燃导火索 再点燃发射药的火炮 成为了当时的装药弹主流 一直到了17世纪 人们才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炮弹的导火索 不用手动点燃 在发射过程中 自己也会点着 是的 这是一个长达三个时期的乌龙 欧洲人用了几百年的时间 才意识到 早期的球形炮弹 并不能和炮管形成良好的密封 炮弹和炮管之间是有缝的 导火索很容易被推进机的火焰隐燃 1779年 英国采用了标准的导火索 它们被提前采好 有三个规格 分别为延时4秒引爆 延时4.5秒引爆 和延时5秒引爆 看到这里 大家也许会问 从中世纪开始 一直到18世纪 这都快维多地亚时期了 怎么才出现标准的导火索 之所以出现的这么晚 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是 在当时 精确测量时间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毕竟钟表这个词 在15世纪采用了机械钟的意思 那么在没有准确的计时手段之前 欧洲人是怎么确定隐信程度的呢 答案是背书 当时的炮兵通过背诵 使徒信经来标定导火索 可能在他们看来 这也算是一种附魔吧 早期的导火索 一般被叫做火绳 也可以管它叫慢火绳的 它以麻绳为基底 用硝酸钾之类的化学物质 浸泡两干后制成 点燃之后 随便甩动也不会熄灭 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想到另一个东西 那就是火生枪 是的 火生枪上的火绳就是这个东西 火生枪能发射子弹 靠的就是用火绳点燃发射药 而它之所以被叫做慢火绳 当然是因为它的燃烧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每小时 慢火绳大概只能烧掉 20到30厘米的长度 在火生枪上还能勉强凑合 用在炮弹上就实在有点尴尬了 因为折算下来 慢火绳的燃烧速度 只有每秒不到0.1厚米 想要精准控制炮弹在空中爆炸 是绝对的痴心妄想 再加上当时火炮的质量也欠佳 内部装有炸药的炮弹更少 因此 炮弹引心的开发 一直到了19世纪 才逐渐走上正轨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引心也不再是单指那些 绳子一样的导火索 而是变成了一个个 精巧的小装置 查阅英文的文献就会发现 引心的英文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FUSE 另一种是FUZE 1968年 英国国防部发布的一本小册子中 明确区分了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 其中FUSE被定义为 传导火焰或爆炸的绳子或管子 而FUZE被定义为 引爆炸药的装置 显然FUSE更适合被翻译成导火索 而FUZE则是我们接下来介绍的 各种引心 使用最为广泛 诞生最早的是触发引心 这是一种通过直接撞击目标 引爆弹头的引心 要想到这个主意 其实并不难 早在16世纪 就有人提议通过撞点来点燃炸药 起到延时引爆的效果 17世纪 有记录的第一种触发引心就出现了 它利用打火时产生的火星 引燃火药 最后引燃炮弹装药 触发爆炸 不过看到打火时 我们就知道这个触发引心的可靠性肯定好不了 毕竟我们自己在野外 用打火时也得半天才能把火升起来 更别说在空中翻滚的原型炸弹了 不过到了19世纪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855年 威廉·阿姆斯特朗开发了它的后装式现场炮 它的炮弹和炮管之间几乎没有缝隙 这就导致了火炮的推进剂 并不能用来点燃引信 1860年左右 出现了带有撞击触发引心的高爆炮弹 它的结构很简单 就是弹头尖端有一个机针 炮弹撞到地面上之后 依靠冲击力让机针触发雷管 雷管在触发炮弹内部的高爆炸药 这种引信结构简单 通用性好 现代的触发引信 大多也都采用了类似的结构 这种简单的触发引信 还有一种变形 那就是安装在炮弹底部的触发引信 这种引信一般被用在穿甲弹上 比如这个就是二战时期 德国使用的PZJR-39穿甲弹 它的引信在弹体底部 在发射时保险自然脱落 而在命中目标时 强大的冲击力和加速度会触发引信 从而让装药在敌人坦克内部爆炸 起到更大的杀伤效果 不过呢 这里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要对目标造成最大的杀伤 最好是让穿甲弹在目标的内部爆炸 因此还需要一个延时结构 让炮弹在穿透装甲之后再爆炸 于是就有了撞击延时引信 而另一种重要的引信 则是时间引信 最早的时间引信 就是前面提到的 用导火索之类的火药装置 引爆炮弹内的炸药 在一开始 这种时间引信并不是很受欢迎 而随着飞机的出现 炮兵要担任起防空的重任 要对付轻飘飘的飞机 以撞击为主要手段的触发引信 显然不太合适 让炮弹在空中爆炸 杀伤天上的敌机就成了重中之重 因此用于空爆的时间引信 再次被重视起来 这是最早期的时间引信之一 由英国的豹克瑟商校研发 它由木头制成 侧面钻有一系列孔洞 内部灌满火药 洞口用粘土密封 要调节炮弹的爆炸时间 只需要捅开对应的孔洞就能完成 现代的火药盘时间引信 也是类似的原理 只不过要比豹克瑟引信精巧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英国人发现 在用装有时间引信的高爆炮弹 攻击德国人的飞艇时 炮弹并没有按预想的那样 在6000米的高空爆炸 这是因为 以火药为动力的时间引信不够稳定 火药在高空的燃烧情况 和在地面标定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英国人一边改进火药配方 另一边逐渐过渡到了机械式的时间引信 这些库存的火药引信 被装在烟雾弹和照明弹上 直到二战结束以后 都没有被消耗完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 到了一战前 各个主要国家都装备了 同时具有触发和定时功能的组合式引信 在这种引信中 撞击和定时功能同时存在 互相补充 被广泛运用于 厚效更强的高爆纯甲弹中 在一开始我们说到 底则的使团向美国人交付了 VT引信的原型机 这是一种用于防空炮弹的进炸引信 而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大显神威 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海军航空兵力量 为美国海军的特遣编队 扫清了空中威胁 美国海军上将刘伊斯·史特劳斯写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最有效的军事发明之一 就是进炸引信 VT引信使用的不是机械结构 它的内部包含一个V型的无线电发射器 它把炮弹的金属外壳当作天线 每周发射200MHz左右的无线电波 与此同时 这个电路还会接收反射回来的电磁波 由于多普勒现用的存在 反射回来被接收到的电磁波 和发射出去的电磁波之间 存在相位上的偏移 和电路上的高频信号叠加 就产生了低频信号 简波用的电子管 可以检测过滤反射的低频信号 低频信号越强 就说明反射电磁波的物体离得越近 这个时候电子管就会触发引爆电路 用电流引爆电管 从而触发炮弹的爆炸 二战期间 美国电子工业的很大一部分 都被集中起来 制造这种特殊的引信 1942年 美国政府拨款6000万美元 采购这些VT引信 此时每个引信的成本 高达732美元 要知道 1941年的一辆威利斯吉普车 也不过738美元 不过随着VT引信大显神威 美国政府加大了投入力度 扩大了生产规模 超过2000家供应商和分包商同时生产 到了1945年 每个VT引信的成本 仅有18美元 在防御神风特工队的袭击中 VT引信返回了重要作用 据估计 使用了VT引信炮弹的 5英寸防空炮 作战效率是没有VT炮弹的 7倍以上 而在英国 引入VT引信后 皇家空军对德国 唯一飞行炸弹的拦截率 从17% 上升到惊人的74% 此外 由于并非只有金属才能反射电子波 VT引信也可以用在陆战上 艾森豪威尔在突出部战役中 就使用了带有进炸引信的重型火炮 给开阔地上的德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而巴顿将军认为 进炸引信拯救了列日战役 足以改变陆军的战术布局 20世纪80年代 电子技术蓬勃发展 电子定时引信 开始逐渐取代早期的机械结构 成为了现代炮弹上的主流 电子定时引信 说白了就是一块改装过的多功能实营表 它的制造成本 可要比复杂的机械结构低得多 因此被广泛用于北约各国的极数弹药上 除此以外 电子技术的发展 还让多功能引信迎来了第二春 在各种传感器和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加持下 时间引信和接触引信的组合 只是基础中的基础 这些多功能的新型炮弹引信 不仅可以自定义爆炸时间和撞击力度 还能选择不同的进炸距离 最重要的是它比老师的进炸引信 还要便宜得多 荣汉斯公司的DM84L166炮弹 就提供了远近两种进炸模式 0到199秒的定时爆炸模式 以及触发后的快慢延迟爆炸模式 等无种功能 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德国的荣汉斯公司 在民用领域是卖手表的 联想到引信中复杂的机械结构 手表公司做引信 也是一种传统了 当然了 德国的大军火公司也不甘落后 比如我们的老朋友莱茵金说 就推出了一种空爆防空弹药 根据炮弹出唐时的速度和雷达信息 火炮会在出唐时 向炮弹内的芯片 写入计算好的爆炸时间信息 这样就能和后面的炮弹产生联动效果 在空中形成一片破片云 只等敌机飞来自投罗网 到这里 现代炮弹引信的前世今生 以及他们的工作原理 我们就差不多介绍完了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有待解决 那就是引信之间的同用性问题 现代化的武器往往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 炮弹和引信也不例外 不同的炸弹和炮弹 可以共用同一种引信 安装和设定引信的方式也很简单 只要将引信插入炮弹的头部或尾部 用扳手拧紧 再旋转引信头 设定引信模式就算大功告成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解答开头的那个问题了 低敏炸药的炸弹本体配合高敏感度的引信头 把它们分开存放 就可以大大提升炸弹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安全性 感谢观看